第3隻眼睛 第3隻眼睛大理看世界 繼10月20日 中國多地連續發生地震之外 第2日 也即是10月21日 中國多地又出現了海水渡灌的異象 下面我們來了解一下 綜合媒體報導 10月21日 由北到南 河北 遼寧 江蘇 福建多地 同一天出現海水渡灌的現象 特別是唐山 聯南縣 最東碼頭被迅速掌上來的海水渡灌 碼頭全部被浸了 海水浸過路面 有車輛被浸 海水湧入附近居民家 損失慘重 今次海水渡灌規模是非常罕見 導致居民房屋和花園入水 唐山南部村 算受災情況優惠嚴重 有居民被迫在自己家門前 樹起木板 用來阻擋潮水進入 據聯南縣 水東碼頭附近 商戶對新京報表示 海水在晚上兩三點鐘 開始漲潮 水東碼頭全部被浸了 碼頭上的車全部被水浸了 家門口全部是水 幾十年都沒見過這麼大的潮水 據曝光的影片顯示 海水湧入村莊 路上積水嚴重 一些居民房屋入水 室內加電 家具都浸在水裡 據報導 當地農作物一夜之間 也全部建材化水 同日 遼寧省 盤錦市大蛙區二階溝 也出現海水倒灌現象 令到街道積水嚴重 低蛙地區的房屋被浸 軍民紛紛逃到高處避險 當地市民說 我們盤錦的二階溝海水都上坎了 今天盤錦二階溝 街道裡面的車都飄起來 沿海公路 都不給走了 據披露的影片顯示 街道已經乘河道 汽車在路上艱難行駛 字幕顯示 二階溝水上坎了 一名女士急切地說 快點啦 到湖啦 二階溝發水了 我去一去廁所 回頭一看 全部都是水 屋裡全部是水 呼呼上水 二階溝都灌了 同一天 唐山的海水倒灌 也是很嚴重 據網友爆料說 一場前所未有的特大海水 氣勢洶洶地直捲唐山 衝入了南坡鎮的每一個角落 一個敬意 往上穿 居民的屋慢慢變成孤零零的小島 海水很快就將整個小鎮浸在大海裡 除了堂山 潘錦兩地 有市民表示 潘錦港 營口港 全部都倒灌海水了 渤海灣 很多城市都有 天津 崩海 也有地方倒灌 遼寧省 沿海五個城市 也出現倒灌情況 潮水特別大 還有網友說 我們巡王島 有個海口 也是這樣 另據中共喉舌媒體 中央廣播電台網 10月21日報導 最近 福建廈門 也出現海水倒灌現象 海水倒灌 異常現象 引起網民熱烈討論 很多都紛紛留言說 今年的災害出奇多 活了大半世 問所未問 見所未見 這真是絕對頭條了 看來人類科學 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 真是甚麼都不算 還記不記得前幾天 瑞星 現在又是海水倒灌 這個潮水 漲得也太離譜了 預報部門 為何不早些行動 也有些說 是不是要地震 海底地震也會海水倒灌 有可能是在地下 足蹤微止起反應 海嘯嘛 有沒有一種可能 跟天空多出來的火粒小星星有關 還有些說 是水平線上升造成的嗎 近幾年天氣真是不正常 天津 唐古新港 也倒灌了 不是好年頭啊 要出問題了 這個時候倒灌 好冷啊 甚至有些說 百年不如 水平線 上升 世界布局要發生新的改變 有些中國人給中共洗腦 使得恨不得日本早早沉到海底去 結果日本還在 自己先泡水了 今年中共國真是同路發生衝突 這個地露翻身 翻個不停 鎖龍井的一條鏈斷了 就開始 換世界 刮大風 人都從皮窩裡刮出去 現在海龍王也來了 海水也倒灌了 還是一尊利害 一羽成侵 今年那個大陸真是 龍行踏踏 中共過近幾個月 各種災難密集發生 尤其是水災不斷 從6月初開始 水災 好像瘟疫一樣 從廣東開始蔓延 經過多地一直到東北 歷時4個月 9月份 多個颱風又襲擊上海等地 再一次引起多地水災 今次又遭遇新一輪的海水倒灌 由於中共一貫 刻意隱瞞災難真相 通告出來的傷亡人數 被外界普遍質疑真實性 民眾傷亡數據 至今仍是個謎 一個王朝滅亡前 除了有各種各樣的天災之外 還有從未出現的各種異象 例如8月18日 成都市民拍到7個太陽同框出現 8月18日晚上 遼寧 瀋陽經驗 兩個月亮 還有多地夏天落大雪等等 這些都是史上未曾有的千古異象 現在同一天之內 由華北到華南出現海水倒灌現象 波及地區之廣 受災面積之大 實屬罕見 這又是老天藉此警示什麼呢? 或者是什麼大災 先兆呢? 現在秋收還沒有完成 這時海水倒灌 糧食又要減收 這是不是有一個饑荒的信號? 我們頻道已反覆和大家經過 自從2020年來 這五年來各種天災人禍 異象密集出現 都是史上前所未有的千古異象 萬古異象 每年都是排隊輪回來了 這不奇怪嗎? 這是上天要滅中共這個惡魔 同時警示世人 只有遠離中共 去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 不和這個魔鬼為誤 守護好道義和良知 才可以遠離災禍 得天地的庇護 進入美好的新世界 好 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聊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的城市 會是什麼 忍衝 訊 是 散